尤其要請問白軍三宗收聽到的太陽聯火電磁 有關組織政策報告敏感團體來處理 這是一塊75公斤的火電磁 要對白軍三宗用牌的運樂去刷牌 也能去到網路上超大的情意 雖然說一段可以貪8千塊 不過有經驗的高山協助官就表示 這根本就算不合 用盡開熱才勉強將這個等到75公斤的火電磁來排起來 每天一部都是艱難 國家勉強在超過三千公車館的百分三宗 排檔的壓得緊加杯 說到75公斤 無論是專業的排降或是醫師都說太超過 我覺得這樣子太不合理了 杯是可以杯 但是人可以承受得了的重量應該太重 而且價錢方面 價錢當然是太低了 在這個搬運的當中呢 因為它是下坡 所以我們有時候如果重物太重 加上知識不正確 或者是用力不當 很容易造成身體的傷害 譬如說下背痛 可能是因為有時候 杯的時候會過度前往前彎曲 造成追尖盤的壓迫 甚至可能會追尖盤的突出 對助教官署很無奈的表示 過去這種工作 都可以請到在身體來處理 但政策在五年前改變 現在就只能扣拔運 可以去社會關注討論 要讓他們是整條最不高 那個人想飛啊 幾顆 28 那後來在97年98年 102年度的時候 中心航空的一個高山運輸的直升機 陸續發生懼疾事件 那這個造成我們高山直升機的一個缺乏 所以目前我們 在國內的一個航空公司 沒有適當的一個高山運輸的直升機 所以目前我們都是用人工搬運來做處理 真的是太划不來啦 也沒有那個值得 為了賺那麼一點小錢 累了身體 這樣太不值得了 因為實在太重 其實八台75公斤火電池 有關到老店3% 沒有人有法度排運 就關注說 汽車保障最辦法 將電池來調整 分攤重量後 再來進行拔運 記者金算 蔡博都